哈喽,大家好,我回来了,大家周末愉快,那我今天呢,非常的高兴给大家再来做一个视频,这是我每个星期做的唯一的视频,所以我也很兴奋,终于等到了星期六,那我今天呢,好像也没有出去,这个星期工作非常的忙,很懒,就是工作忙以后就很懒散,没有做饭,也没有出去买菜, 就工作很忙,压力很大,就下班以后呢,就带孩子出去放风一下,因为天天孩子在家里上课,在视频上课嘛,就好像没有朋友跟你玩,然后天天在家里也不是个件事情,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些就是户外活动,所以我就一下班就带他出去户外活动,所以就没有时间去做饭,或者是去买菜啊什么的, 所以这个星期就没有做饭,天天吃外卖,或者是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那种,然后呢,这个星期呢,因为工作很忙,我就想特别想轻松一下,我就开始追剧了,我一般呢,平时晚上就是睡得比较早一点,因为我觉得脑力劳动,天天脑力劳动,就是脑子要就是静一下,就是休息一下,就是睡个八个到九个小时一天, 但是我这个星期就不一样,我就这个星期就开始追韩剧,我其实很喜欢看电视剧,但是我觉得发现有了孩子以后,就完全没有时间看电视,所以就是疫情以后,我发觉今年是我看电视看的最频繁的一年, 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看电视,看了一段时间,我会就是不看电视看,就是不看电视几个星期,因为我觉得经常看电视也会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好几个星期没有看电视了,对,就这个星期开始又开始追韩剧, 我有的时候就会从晚上九点看到十一点,或者是晚上吃完饭以后就开始追剧,追到十一点,对,我有是看那个韩国的片子,所以我想给大家推荐两部片子,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一部片子是我觉得今年看的最好看的一个韩国片,叫It's OK to Not Be OK, 这部片子中文就是叫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是Netflix就是今年很火的一个片子,我很喜欢韩国人就是讲话,我一般性都是看英文的字幕, 我很喜欢韩国人的那些歌曲就是插曲,然后呢我还喜欢韩国人里面穿着打扮,这部片子非常的好看, 他女主角真的很美,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他以前,就是第一次看到他,他演技很棒, 所有的人在这部片子里面演技都非常的棒,穿着很棒,然后剧情很棒,很吸引人,你很希望看下一集那种感觉, 所以我好像几天就看完了,就真的很好看,很感动,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人生有一个好像有一个,你会有感悟,对,我中文也讲不是很清楚, 我其实做中文视频真的很希望我的中文能够变得更好一点,因为我其实现在来美国那么久了, 我的脑子都是用英文在想,所以我有的时候做数评的时候,我都会要把英文翻成中文, 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你如果是从国内到外国去,你会不会也是这样, 以前是先把中文翻成英文再讲,现在是我,现在是脑子里面全是英文, 然后把它翻成中文再讲,然后中文又是很退步,那些什么成语啊,俗语啊, 都讲得不好,好,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我好像觉得我四十多岁的人, 怎么中文讲得那么差,可能别人都要笑话我了,希望你们不要介意, 我其实还蛮在乎的,所以我想把我的中文练练好,对,好, 另外一部片子呢,就是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在Netflix, 我现在在看的,它每个星期更新两集,那我已经全部看完了, 就是下个星期有两集,我很期待它,这部片子的名字叫 Dodo So So La La So,这部片子是非常非常可爱的爱情片, 就是那种,这个女主角很漂亮,我也是第一次看她演戏, 然后呢,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可爱,就是那种我喜欢那种类型, 她穿的衣服都是那种很可爱的那种,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是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喜欢的片子,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那种很向往那种爱情啊,会很可爱那种, 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工作和生活比较有的时候会很无聊的时候, 看那种片子我会觉得我活在另一个世界,或在这个电视的世界里面, 我会把我变成那个女主角,然后跟她一起笑,一起哭,然后一起流眼泪, 所以还蛮轻松的,这部片子我也推荐给大家,对,好, 说完追剧以后呢,说完就是带孩子出去playground, 我这个星期好像也没有做别的事情,对, 我这个星期呢,还有一件事情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哦,可能是看,就是看字,在视频上看字眼睛有点累, 我发觉哦,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字放大, 有一个在手机跟电脑里面都有个setting, 连那个这个手表,Apple Watch都有个setting, 你可以把那个字体放大,这样呢,你就会看起来很舒服, 因为那些字哦,真的很小, 我就觉得我如果早点发现这个事情,就是发觉可以调那个字的大小的话, 我可以眼睛没有那么伤害, 我就觉得我有的时候在上班的电脑也会把那个zoom in, 就是那个字放大一点,就看起来很舒服, 看小的字真的眼睛会很伤,对, 所以也分享给大家好吧, 好,这个星期呢, 没有买买买, 也没有什么吃吃吃, 虽然天天是吃外卖, 但是也没有什么吃到特别好吃的东西吧, 昨天晚上倒是, 昨天我上班特别忙, 中午没有吃饭, 晚上我老公就买了一个泰国菜, 吃那个辣的那个curry,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对, 可能也是肚子饿了, 就觉得啊, curry好好吃, 这个星期没有买买买, 但是我有在新乡里面收到两份礼物, 好,第一份礼物就是我上次, 上个星期自己给自己买的一个, 那个伊士兰大的一个片子, 对, Evan, what's going on? 我不管, 我看什么事情了, OK, go ask daddy, 好, 他这个片子呢, 就是, 这个片子, 你看我儿子要叫我看别的电视, 好了, 我不会再重新录了, 因为我今天真的是录了好几部这个片, 就是这个视频,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电脑不太给力, 我一般录视频都是不喜欢简洁, 就是这样子录好以后就上传的, 对, 好, 这个, 这个, 呃, 呃, serum就是那个, 就什么, 精华液, 对, 不是很保湿, 我晚上用, 对, 我晚上用过一次, 觉得不太保湿, 对, 你可能要擦一个保湿的面霜, 然后呢, 呃, 我跟自己说, 我为什么买这个, 是因为我, 我这个, 这个, 呃, serum快用完了, 对, 这个serum其实真的是不太耐用, 用了十次吧, 可能就, 就, 就快用完了, 我就是觉得, 还蛮, 还蛮伤心的, 因为其实我还蛮喜欢用它的, 我每次用是四磅, 但是真的是不太, 不太耐用, 所以我打算用这个, 这个是一点, 七盎司, 蛮大的一罐, 对, 好了, 那还有就是, 在今天, 就是这个星期收到的是, 我婆婆给我一个, 这个Apple Watch, 对, 这个Apple Watch就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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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上去年的吧, 因为我, 我婆婆她经常更新嘛, 因为你知道, Apple的产品, 一年都会更新一次吧, 你看我, 最近就是大家都在讨论, 我老公公在说, 要不要买那个Apple的手机, 因为Apple的手机12月出来了嘛, 那我就觉得, 经常更新也蛮费钱的, 除非你, 你把旧的给Trading, 或者是把它卖了, 但是我们家有的时候就不卖啊什么的, 所以, 我就觉得蛮浪费的, 所以我可能不会更新那个手机, 对, 但是我婆婆买了一个新的Apple Watch, 她把旧的给我, 这个旧的不错诶, 就是经常可以提醒我, 那我现在就不用经常看手机了, 别人打电话给我啊, 或者说提醒啊, 什么什么的, 我的Apple Watch就可以提醒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有的时候, 坐着上班, 坐了五个小时都没有站起来, 动一动那种, 它会提醒我要站起来, 对, 好, 还有什么要给大家分享呢, 我这个星期昨天有跟我儿子的老师做视频, 就是他给我跟我跟我的老公, 就是讲一讲我儿子的学习进程, 学习进度跟考试成绩, 我其实还蛮自豪的为我孩子高兴, 因为他读书成绩很不错, 他现在是Kindergarten嘛, 但是他的成绩已经就是到, 就是他学习结束的成绩, 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应该达到成绩, 所以他应该是班级里面, 还是成绩比较优秀的, 在美国跟中国不一样, 你知道中国如果你成绩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 在美国都是非常的private, 我会问问老师说, 我儿子在班级里面是成绩最好的, 还是差的, 还是当中, 他不会告诉我, 他就说, you don't have to worry, 他是 on track, 就是那种,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 因为我以前在国内读书的时候, 我成绩不好嘛, 然后每次成绩出来, 排名, 我是排名倒数十个里面的, 我就觉得非常的自卑, 那在美国就没有这种感觉, 你如果成绩不好的话, 只有你知道, 别人不知道, 我就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对孩子的身心没有打击, 不像我以前读书不好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会受到影响, 会很自卑, 我觉得在美国这方面, 我还蛮赞成的, 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有自卑, 对, 好, 那老师, 这个老师我很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疫情嘛, 就是很多事情, 有了疫情以后, 学校里面就可以让孩子在学校, 就是在网课嘛, 那我的孩子到现在为止还在网课, 所以每天我都可以听到老师跟他讲什么, 教他什么, 然后我孩子怎么样回答, 那如果没有疫情的话, 学生在学校里面, 我都不可能知道他在学校里面学了什么, 老师是怎么教的, 所以我是还蛮感激这个老师, 很耐心, 非常的nice, 非常的, 还蛮严格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个好老师, 对我的孩子成长, 学习,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要谢谢他, 就打算去, 我这个很早就买了嘛, 我就觉得这个老师蛮值得, 值得感谢一下, 表扬一下, 对, 鼓励一下他继续做他的job, 对不对, 然后我就打算去买一个gift card, 然后把这个杯子给他, 对, 所以, 所以这个星期还蛮简单的, 对, 我, 我很多脑子里面最近又是觉得看了韩剧以后, 就特别想大城市的生活, 你知道韩剧, 这两部韩剧都是那种, 在大城市里面, 特别是那个DodoLala, DodoLala, 这是什么片子, DodoSosoLala这部片子就是大城市嘛, 就是穿得很漂亮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我住的地方像山村一样, 我们这里的中国人都是叫我们这个村, 而不是说这个城市, 就是那种给退休的人住的地方, 非常的 非常的 relax你知道吗 不像你如果去上海 因为我以前是住在大城市 就是很喜欢打扮 很喜欢穿得很漂亮 但是这个地方 我住的地方就是那种 出去穿拖鞋都可以 你穿个短裤 就是那种不打扮 没人会讲的 现在更恐怖 你知道大家都戴个口罩 你美女啊丑女啊都无所谓了 那我就觉得 除了就是打扮以外 就是这里的娱乐活动 也非常的少 除了去以前我们经常去的地方 就是看个电影 吃个饭 现在有了孩子呢 就出去什么Sing Park 什么Disney啊 什么Legoland啊 但是那种你就是很无聊的那种 不像在国内啊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去个Spa 或者说去唱个歌 像在我这个地方 好像去年刚刚开始有一个唱卡拉OK的地方 对 就非常的落后吧 也不是落后 就是非常的 无聊 无聊 然后也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晚上大家都不出门的 不像在国内上海 或者是日本 晚上都是很多人在走路 对不对 晚上都是店都开得很晚那种 这里真的是很 觉得晚上出去很不安全的感觉 对 不像在大城市里面 晚上出去是很正常 因为外面很多人嘛 像我这个地方 晚上出去我觉得很不安全 我不会出去 对 所以最近感触还蛮多 就想说 下一次出去旅游 就是 疫情好以后 我可能要去个大城市 稍微享受一下大城市的那种感觉 对 好啦 我今天花了蛮久 做录视频 所以有点累了 今天就不太 不再讲了 不再讲了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 大家可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